网综只有鱼了吗?腾讯视频秋月,创造101流行与价值要统一。 影响力之外,正在高速演进中的网综还有哪些可能性?在创造101首观和明日之子第二季即将上线的节点,腾讯视频思索起了更进一步的命题。 创造101制片人,企鹅影视天香工作室副总经理秋月说,一旦网综不能只有娱乐性的生产,我们想做的是真正能够引起社会讨论,在价值观面上立得住的节目。 昨日,6月23日,创造101总决赛在杭州落幕,在迎来终极大考的同时,这档节目的第一次直播也是创作层面的一大考验。 在球月看来,财吻了是创造101在创作一时就确定下来的目标。 无论是第一方向,团队搭建,资源配置,我们都对这档节目寄予了非常大的信心。 从创作层面带来的经验看,他认为创造101所取得的成绩,在于一开始就把节目的定位和逻辑梳理得很通顺。 从创新说开去,创造101,看似面向的是一个传统的表达模式,但根本上还是在在创造和创新的过程所产出的结果。 创造101总制片人,企鹅影视高级副总裁马严坤说。 节目播出后,有人评价这档节目很母语化。 在这个很新鲜的语会背后,其实是叙事推展,文化表达,细节呈现中比较鲜明的本土化构造。 秋月说,我们对于不少细节的逻辑设计,最终是为了投射出普通中国观众的心理,所谓的改造,一定是为了跟观众形成共鸣,为了去实现一种接近。 总导演孙力也在总决赛直播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,在他看来,创造101并不能被视作一档养成节目,在有限的时间周期内,他的主旨其实是成长。 秋月对成长的理解,不仅关乎节目所展现的对象,也包括看节目的观众。 在创造101的播出过程中,我看到身边很多女性朋友在见证女团成长的同时,也表示想把荒废多年的台衣捡起来,或者愿意去健身,保持好的生活状态。 他们会从节目中发现,原来执着的坚持是能有所收获的。 所谓自我投射,是观众看舞台上的成员能够从中产生疑情,认同。 杨超越,段奥娟有着平凡女孩实现梦想的跨越,梦美琪,吴轩怡可能代表着一定的专业素质,陈芳雨,吴应香等又表现出了很好的综合素养。 秋月觉得,观众看到的是每一个不同的女性个体,她们各有特质,所呈现的也是一幅更多元的时代女性图景。 这一点孙力也非常认同,我们从小似乎都习惯了标准答案,但恰恰相反,我们需要的自我主张却是没有标准答案的。 我们从来没有预设过节目最终会为大家迎来一个怎样的团体,某种意义上,一当面向社会来展开的创作,应该就是对社会文化的具体概念。 对节目组来说,包容度是创作层面的一个重要前提,不一定是某个具体的人,但是总有这样的形象会出现。 节目要成为,都有一些共性,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能切众时代的刚需。 创造101的逆风翻盘利益,是一种具体的回应和阐释。 问世成员,导师,还是创始人,大家慢慢都对这个利益有了更深入的理解,节目对于这个态度和价值观的表达,是落到实处的。 对圈层的洞悉就是对人本身的理解。 秋月曾在今年4月提出内容创作的五维价值评估模型,从内容价值本身出发,聚焦需求创新,品牌锐度,共鸣深度,用户稀缺性和长线商业潜力,进而提高节目成功的可能性。 这套模型的提炼,在很大程度上源于腾讯视频近年来自制节目实践中的经验所得。 如何做出打动人心的好节目? 升更圈层,再突破圈层。 无论是创造101,或是即将上线的明日之子第二季,都遵循了这样一种逻辑。 一方面,他们深入地洞察这个圈层的需求,但最终目的在于从对圈层的洞悉中找到更大多数人的审美需要。 如何做? 一方面,邱月认为首先要吃透行业,建立在对不同人需求深入洞悉的基础上,找到真正被大家喜闻乐见的内容表达。 每一个普通人都或许置身在一个具体的圈层中,他的所长等待着被发现,节目可能就是他成长路径的一个具体体现。 带着这样的思索,原创节目也有了更多发挥空间。 我们做明日之子,创作就是从用户洞察开始的。 那时候原创模式经验没那么丰富,今天看来我们也会觉得过去的创作面目有些模糊。 但是,经过第一季的尝试,这一次马上要播出的内容,态度表达方面就会明确很多。 另一方面,对于节目形态的设计,我们希望成员的背景更多样化,不要所谓的标准答案。 在秋月看来,腾讯视频作为一个综合性的互联网平台,希望各种不同的文化状态更平等,地在同一个舞台上进行表达和碰撞。 在这样的线索下,节目如何讲故事也就逐渐明晰了,去做人物的洞察,理解不同个性的表达。 对于即将上线的明日之子第二季,这种多元的呈现也会被进一步放大,它实际潜藏了很多的文化理解,个性体验之间的碰撞。 秋月认为,今年要面向年轻人进行节目创作,需要深入来理解什么是流行,谁能代表流行,不能把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做一种不言自明的结果。 也许第一年大家对毛不一的才华所经验,但今年可能让大家所喜爱的是一个个性完全不同的个体。 在做内容之前要想清楚到底为什么做,它的理表达跟内容呈现之间究竟存在什么样的逻辑联系。 秋月说 好的内容一定有立得住的价值观。 做互联网节目究竟有什么不同? 秋月认为,最重要的还是思维方式的变化。 我们所有的创作更需要理解观众的需求,得是在一定程度上满足用户的心理投射。 对于彭却视频这样一个原生网络视听平台而言,做节目本身就带着十分鲜明的互联网基因,内核式需求导向,然后不断地进行迭代。 这其实和设计一个APP的底层逻辑与方法论有一致性。 在明日之子第二集播出前,腾讯视频组织了一场内部评测,来观察内容让观众产生了怎样的反应,然后再根据这些评测的收获来进行一定程度的内容调整。 在创造101播出的头亮期,观众对赛制争议比较大,腾讯视频也与核心用户社群ACE1放作了深度访谈。 我们通过深入的沟通去了解,到底为什么用户会有这样的感受。 今天的网络视听市场,相比过去而言,会有更明确,更结构化的一个秩序。 对于整个大环境的认知,让腾讯视频在做节目时都把握着一个重要线索,一道节目不能只有娱乐性的生产,我们要做的是能引起社会讨论,能在价值观上立得住的节目。 既要洞察用户自身的需求是什么,又要将其转化成节目的呈现与表达。 邱月认为,这两点要同时发力,有难度。 操刀创造101的兜燕团队,邱月的评价是创造力和执行力非常强,既有创新层面的思考,也有更深层次的利益开决。 表达正能量并不是一句流于空泛的口号,对我们来说,这本身就反映着很强烈的用户需求。 在邱月看来,互联网相比传统电视的播出方式,内容的接触与收看更具有主动性,因而也会带着更高的预期。 所以,观众花时间从网中中获得的并不是简单的娱乐,要对他们来说有价值和意义。 在他看来,节目与社会文化是一种镜像的关系,他在某种程度上既是对流行文化的再现,也能够通过自身的创新和迭代完成一定的引领。 说到最后,好节目最终的意义在于,我们就像在其中看到了自己和所置身其中的社会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